温哥华美日生活 hello 大家 hello 大家 今天请了一位对我们非常重要的朋友 对啊 就是在我们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推了我们一把的朋友 就是我们当时给大家聊 我们这个办理联邦自顾移民 就是国总来帮助我们 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好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郭胜君 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温哥华美日生活 跟大家见面 这个我们一直要跟大家说 要请一位专业人士来讲解 因为我们之前老说 我们自己的这个自顾移民的经历 对 移民故事 我们是属于就是完全是业余的 就说说自己的真实故事 要有些专业问题呢 还是要请专业人士 今天就请来了 国总呢 是龙园海外的创始人 同时也是非常资深的 加拿大的直牌移民顾问 资深多少年了 这个二十多年了 哎呦 那确实很资深的哈 年龄了暴露了 没事 做这行 越老越成熟 是吧 还专门再染点灰白的头 我才行是吧 就是专家的形象已经出来了 对 我这成本最低了 不用染 是吧 少染还是 对 而且今天呢 国总来是不远万里来到了温哥华 对 这次是专门从国内过来 来到这个温哥华 也是想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见个面 首先呢 我们得聊聊这个国总 他是这个移民故事 而且二十多年移民 二十多年现在移民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对啊 当时怎么想到移民呢 就是应该是99年 对 我是99年11月份 移民到加拿大 这也好 然后这个到先到多伦多 当时其实移民的想法很简单 因为那时候还是单身 其实更多的是因为 以前去国外去转过 觉得就是 其实更多的是想去国外看一看 当时是技术移民 因为当年我是学 我大学学的是那个通讯工程 后来做的这个通讯工程师 所以然后就这个 就是在那时候技术移民 那边里边通讯工程师 算是一个优先的职业 对 99年那个时候 应该是 因为我知道您是学通讯的 后来又是在外企 在当时很著名的公司 诺基亚 那个一晃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听得更主要 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 然后国总那时候 本来在国内也是在外企 也是高薪 那时候外企收入很高 很高兴的 是吧 问问一个月挣多少钱 具体记不清了 反正我刚入职的时候 我记得是 基本工资是3600 95年刚入职的时候 后来 那真的很高 又加上各种补贴 什么这些老出差 什么之类的 然后那时候我觉得 大概98年左右 他一个能挣1万块钱 那么高的工资都不要了 然后去办移民 真的不知道珍惜 真的不知道珍惜 那时候有很多人 也就挣千八百的 那时候我记得卖房子 房价是2000块钱一平米 所以我那时候记得很清楚 说我一月挣钱 一月能买个小厨房的 是吧 真是 那时候1万块钱月薪 在国内 那足吃足喝随便打车 因为那时候出国很不方便 那时候我记得第一次 我相当于第一次出国 是最开始你要办护照 办护照 然后那时候 就是要办护照的时候 他会给你一个叫出信卡 是一张纸贴在你上面的 所以我当时办的护照的时候 邀请信是芬兰发的 所以我的出信卡 而且第一次出信 必须得去芬兰 结果我第一次 在奴旗亚的培训是在泰国 那怎么办 所以公司还是比较大方 所以让我先从中国飞了芬兰 然后首先还得办芬兰签证 先飞了芬兰 周末飞在芬兰 玩两天吗 没有 从芬兰再飞到泰国 曼谷去上那课 天哪 所以我到时候已经 是礼拜一下午了 所以相当于我还耽误了一天课 但是这歪企也太好了 只能说明上世纪的诺基亚 还是很有钱的 我觉得还是也有一点 当时的毕竟信息 不像现在有互联网 当时在国内 这个信息还是没那么发达 是吧 信息交流没那么发达 对国外也有很多好奇心 是吧 有很多好奇心 想可以看看到底怎么样 不像现在很多年轻人 已经经常出国 包括在互联网上都了解很多 当时办这个是技术移民 您这个专业也对口 所以办的应该挺快 对 如果说技术移民 当时我觉得占几个优势 第一个是说我的专业 属于他加分的专业 另外一个就是我的 因为他毕竟在外企 所以英语还凑合 那99年到了加拿大之后 就是一开始工作吗 还是就是因为原来就是在外企吗 有这样的就是穿梭过来吗 那都没有 其实我刚才说就是新移民 这个我心情很能很能理解的 因为我当时来加拿大的时候 就是不认识太多的人 以前来过吗 以前没来过 加拿大一点感觉都没有的 也没有任何朋友亲戚 朋友应该算有 应该算有 但是也是刚来不久的 但是亲戚人都没有 所以那时候其实更想说 我在去之前 我就想自己能够有个工作 包括在诺价 我也去发个简历 这些 但其实后来想要这些都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第一首先写的简历 就根本不是人想要的格式 你根本没有 你完全是以你 说我会干啥 你根本没有去 看看人家想要什么样的人 就是在国内的 哪怕是在国内的外企 写简历的方式 跟在国外的还是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 要求还是不太一样 是单纯的只是写简历不一样吗 还是就是说人家 就像您刚才说的 他是需求 这公司到底需求什么样的人 对这个其实对于很多新移民来讲 我觉得是比较关注的 就是我的教训 应该是我的教训 就是你写简历的时候 人家要什么样的人 其实我们 尤其当年技术里面出的一些人 其实技术水平都可以的 就是在国内还属于 相当于不能算高值 至少是知识水平还可以的 所以其实我们 对于加拿大经历很多工作 应该都是 这个叫overqualified 对吧 所以说你只要简历 你认为他需要啥 你给他写出来 基本人家觉得正合适 就可以就可以来有面试机会 因为咱太谦虚了 就是本来我已经够格了 但是我不会写简历 我不知道怎么把我的优点 突出出来 也有可能是写的太大了 写的太大了 或者是写的太广了 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大学 我是那时候叫北京游点学院 北游那 那很厉害 专业就是基本通讯类的最好的了 对当年很厉害 现在也挺厉害的 现在不行了 现在那天我看说什么东南大学 都可以跟北游比一比 北游我还是很有感情的 因为我是北市大的 就在我们隔壁 是我们兄弟院校 那当时您在国内已经工作一段时间了 当时来这应该还带了点钱出来了 对那时候还算还算多的吧 其实当时带了一万五千美金 那就不错了 虽然跟现在很多移民出来直接拍房子是没法比 但是那还可以 因为那时候怎么证明我带钱还还不错呢 因为我去黄金银行开户 然后人家立刻就给我一个三千加币额度的信用卡 什么工作这都没问 九分钟您这存款不少了 所以后来对 后来人家说别人都还得说再等几个月 这些才能给你信用卡 你就直接给你信用卡 可以 现今直接拍出来就是不一样 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末 国总拎着箱子揣着一万多美金来到加拿大多伦多是吧 然后就开始了求职经历 刚才他也说了 在国内求职不顺 因为在国内跟这边求职完全是潜力都不一样 各种方式也不一样 但来了以后呢 国总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对口又心仪的工作 不像很多人说来得正如刷法子 具体怎么找到的工作和他新移民的一些经历呢 咱们下集再接人给大家聊 对 如果想听国总的故事 请大家一定关注我们的节目 也记得转发 感谢大家 拜拜 谢谢 拜拜 下期节目见 拜拜 拜拜